首次拥有庭院的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挑战 以下三点是很多庭院业主在长期使用后的痛点总结 新手庭院业主一定要看完会对您非常有帮助 一、蚊虫问题 如果您喜欢在庭院里种植植物 那么一定一定要注意蚊虫问题 在庭院建造初期不要过分纠结植物的搭配问题 而应该先考虑如何预防蚊虫 如果庭院都是蚊虫 您是否有心情在庭院里停留和观赏 因此如何预防蚊虫的措施 是您需要首先考虑的重点 二、防腐木问题 北方的庭院不要盲目选择防腐木 至少有三个原因是您可能没有考虑到的 首先有些防腐木有附着颜色 在下雨或清洗时颜色会随水体流出 导致周围地面染色 其次北方地区东冷下热 防腐木本身有一定的含水率 热胀冷缩会导致开裂 最后防腐木需要定期养护 涂刷养护油漆时会产生大量刺激气味 三、墙体颜色问题 无论是涂料面层还是食材面层 都要注意当地的环境情况 如果环境质量较差 且存在污染等情况 一定要慎重选择浅色墙体 否则一场雨雪过后 可能会留下难以清洗的痕迹 以上就是大量业主 在使用庭院之后才发现未曾考虑的问题 希望这些干货总结 能帮助到对庭院生活有所向往的新手业主 以上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原想家 您身边的造源专家